而红重车的父母亲呢 今天也到立法院陈勤 针对了国防部军事法庭的办案提出诉求 希望可以公开公正 让聘请的民间律师团可以向金方阅卷 而且呢还要保全证据和录影监视画面 同时让律师当第三方协助军方调查 没有真相没有原谅 即使在军中有大魔头之称的河江中遭到收压 家属仍有散大诉求 监视器明明最少有四个 军检他就只拿一个给我们看 7月1号消失的80分钟监视器画面 以及7月3号送医前消失的41分钟 在哪里就怕十几天下来早已被掩灭 最致命的41分钟不是30分钟 救护车上的监视器到现在都没有提供 另外也要求让义务律师团阅卷 知道步步过程如何了解真相 如果不影响到军检的故事道长 我们可以接受这个阅卷 最后第三诉求就是除了军方公布真相之外 寻求第三方维持公正透明 就怕军检署和军事法院一整个军团 没有独立性 所以你如果知道什么事情的话 请你一定要站出来 当他在欺负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都在场 我们都看见了 只是我们是一个落落的人 家属以及律师坎呼吁 大家一起揭露真相 小兵也能立大功 即使是将军也抵挡不住真相的力量 让悲剧不再重演 我们都看见了 我们都看见了 感谢观看